我们看机测95之二这一题 这一题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问题 我们先用George Brahe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一题的题目就是说 现在P1在L2也在CD线上 然后 M跟M分别是 PA跟PB的终点 他想要去看怎样 C沿着D这样靠近之后 这条MM的线有何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在课题看到 这边的长度其实都不变 最主要是因为怎样呢 最主要是因为三角形的中线性质 这一段永远等于下一段 底边的两倍 除非底边改变 这里才会跟着变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C往D移动的时候 这三角形其实越来越小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高 越来越小 有了这样的概念呢 我们就会来回答这基测题 所以综合刚刚的操作 就是说 M的长度 其实应该是怎样 应该是不变的 那主要就是因为 三角形的一个中线定理 所以M的长度 其实都会等于什么呢 等于2分之1AB 那接下来 三角形PAB 往这边靠近的时候 它其实怎样 其实我的高会越来越小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选项D 我们的长度 也要是 我们的长度